小猪肘不过瘾 这次买的猪肘特别大 先放到冷水里面泡一下 把毛清理干净 我用的是刮眉刀 先把皮身上的毛刮干净 然后再继续清洗 洗干净之后放在锅内 放入姜块 倒入料酒去腥 再倒入红烧酱油 每次卤的时候我都放上几块冰糖 更好的提色 再放上盐 不吃咸的可以少放一点 但是我是不喜欢吃太咸的 最后再放上我们家的卤料包 这个卤料包是14种材料 配合而成 放进去就可以了 放上一包 开锅以后如果有浮沫就打出来 这样吃着更干净一些 汤料的话大概就是这种颜色 最后盖上高压锅盖 开始压 大概压一个多小时 今天的肘子整整压了两个小时 今天卤的时候和猪皮卷一块卤的 猪皮卷提前半小时拿出来了 这是今天喝酒的一块卤的猪皮酒 这是今天的大肘子 热腾腾的还在冒出 下个视频我们一开始照 颜色是不是特别好看 特别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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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好看